果頭劇場的淡水小鎮 是一眼再眼的經典好戲 是值得回味的 一個難忘的一部舞台作品 那麼短暫的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把淡水的美 淡水的人情味 把淡水的寧靜 把淡水的 所有的繁華 還有古味 全部一語道盡 那麼舉重若輕 在裡頭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生與死的一些探討 那看完這個戲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其實是沉重當中帶著一種開心 因為那是一種豁達 我這樣講大家應該覺得很模糊吧 我用另外一種說法吧 淡水小鎮這個戲應該是 淡甜寧靜 水似流盈 小事大事 正正方心 好 大概是這個感覺 看完以後呢 可能會擔心生死的問題的人 會有一點找到答案 然後像現在剛看完戲的我 就想回去好好的抱一抱我的爸爸跟我的媽媽 所以我覺得這個戲很適合 跟自己家裡面的長輩 最心愛的人 然後一起來看 在這個多變的時代 需要不變的真情 在淡水小鎮裡面可以找到真正的親情還有愛情 大家可以試試看 感受一下 謝謝